歡迎Fienna Hello 大家好 我是Fienna 今次個人身份上來了 因為上次以Mian這對女團的姿態熱鬧樂壇 當日她的角色是一個扮演 很公主感覺 甚麼都要Mandy服侍你 Girlfriendable 女生一點 Mian三個女孩子的性格都很出色 很不同的 今天做黃淑曼自己 收到這首新的派台 我又覺得她是另一款的黃淑曼 尤其當我看到作曲部分有她參與 就不是那隻公主 甚麼都要人服侍 然後我們剛才All Fair也聊天 你入行多年 幫她計一計手指 她說不要說不要說 你要慶祝 相位數字 接近十年那些 你預備如何出道慶祝 但未到的 就快 計一計就快 時間分很快 補充一下 其實她真的很小就入行 所以又不太介意 反而我看到她在過去 無論是當學生時期或是去了外國 再回來的確是不斷轉變 對上一次以個人姿態派台 都已經是Holiday Sing 她說她自己是假期歌手的時間 放假才回來錄音 沒錯 那個字未留的我 接著畢都葉回來 可能又做女團 去到要開這個新項目 不如先說過程當中 你和公司的溝通 或者你自己都有很多心態上的改變 又會知道 可能要做女團 那我Solo那邊怎樣 或者怎樣用Solo姿態出發 那個傾談 或者跟公司的溝通是怎樣 其實剛剛讀完書 回香港那段時間 一直跟公司說 現在都要全職做歌手 就不是假期歌手 對 就不是假期歌手 其實一直在開會 就在想一些Solo Project 其實 在這個一路準備Solo Project的過程中 突然之間 有Mean這個Project出現了 所以我就停了自己的Solo Project 試了Mean 因為我覺得女團 都是一個很新的體驗 而且我覺得我可以有 多面向少少的自己 而且這個Project可以給我很多機會 我去學一些新的東西 即我可以學跳舞 例如又飛去韓國 我可以出一首英文歌 學韓國製作人 對 其實體驗很不同 所以Mean這件事 其實交了兩年 但這件事還有沒有後續 這件事也是她跟著的 這件事是我跟著的 拍了一首歌後 暫時又靜了少少 而且Mandy也跑去拍戲 對 因為其實我們三個各自各 都有自己的 例如Mandy她的演戲方面 她很厲害 所以大家都有各自各的工作 要做 但接下來都應該 這些不可以透露 這些不可以透露 不是 想看你的行程 會繼續 知道Mean跟王淑曼的Solo Project 是怎樣的 你的旗表要定 其實這個Solo Project 來得很突然 她是因為我們參加這個 其實是因為導演 吳永琦小姐 她突然有一天跟我說 我拿了你的名字 跟我一起去比賽 因為我們本身很友善 她也有幫我拍過 以前的微電影 Missing You 以及以前 《狠格不見》 以及《光銀自騰痛》的MV 其實都是她幫我拍的 之後我們一直都保持 一個很好的合作關係 直到她跟我說 我拿了這個名字 跟我一起去參加這個微電影的工作 那她的名字是甚麼 她無緣無故 因為她這個音樂片 就是能一個歌手 即是創家作的項目 每一個新進導演 都會有可能 一些crossover的音樂 配到短片 她一開始不跟我說 因為她怕 小姐你有公司身份 公司未必不公司 只要聊很多 她跟我們公司 有一個很好的合作關係 明白了 大家都是朋友 可以選Vienna 所有人都知道 只有我不知 為什麼呢 因為她說 如果真的入不到位 只有我一個失望 不要理到我失望 很甜蜜 入了位後 我就很激動 馬上會開心 不只是拍微電影 那麼簡單 也可以因為這次機會 可以出到自己的獨舞歌 其實是我等了827天 你又每天數 兩年多 對 我有 接近三年 對 由2001上次派台 計算 足足三年時間 八百多天 八百多天 我看著 還要很理解這位女孩子的心態 她打算放假 或者畢業後 完成了 先回來 在籌備個人項目 誰知無緣無故殺了Mian出來 也很開心 但是是一個不同的姿態 出現給大家看 所以再次有機會 做自己的歌 又是憤怒開心 憤怒開心 我這次特別用心 因為你會發現 其實機會很難得 所以知道這個項目 知道故事之後 立即去想 這首歌應該要怎樣做 即導演也交給你自己 負責去想想 對 為何今次會自己嘗試作曲 其實都說了很久 很想自己嘗試 為何突然會這樣 就是第一次跟評審 講這個項目 即是想想想 其中一個評審就問 黃淑漫會不會自己創作 他會不會自己作曲 即是計分 不知道 即是自己寫歌 就會再加分 不知道 是一個比賽 對 他也是問一下 導演就說 有其中一個評審這樣問 然後我說好 我也想 但你沒試過 對 所以我第一次 那裡來的勇氣 有點害怕 就是評判問那句 黃淑漫會不會作曲 在地上 但你平日有沒有自己 會錄幾句 會錄起一些紙 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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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那個錄音 全部都是自己的空間 很零碎的 對 很零碎 但要把它拼在一起 就真的需要有經驗的人幫忙 那時候我第一次就 就是 發出了Shermeika 他的音樂 因為我自己跟Shermeika 都認識了很久 我們自己本身是朋友 一直都很欣賞他的音樂 所以當時 他的beat 血裡面的rhythm girl power 態度 對 所以一來 我們那天參加完開幕禮 我就馬上在車上 跟琪琪說 不如我們試試找Shermeika 然後就馬上跟A&RVicky說 然後跟經驗人說 然後全部在五分鐘內 搞定了 一個車程 在一個車程 開了一個會 搞定這首歌 立即試試Shermeika 然後她說 Yes of course Baby來 因為她也是一個正確的人 我們就這樣就開始了 OK baby 我們進入他們的第一次 有黃淑曼的 I am I am all alone 作曲部份 剛剛說了 有Shermeika和黃淑曼 填詞找到姜領樂和Shermeika 編曲找到 溫英雄 監製繼續有Shermeika 失戀並不可怕 容許自己沉淪下去 失去理智 不再治理任何情緒的話 這樣才是最可怕 今天有黃淑曼的 I am all alone 對於你來說 愛情是否都是這樣 要沉溺下去 感受它才有這麼多感覺 寫歌 其實也是 我覺得 因為我們是人 所以一定要感受多些不同的情感 然後你要感受過 記得那些情緒 你才會放出來 現在我有時回望我以前唱過的一些歌 包括情歌 我都找不到那種很清溺的感覺 因為當時可能有些歌詞 有些內容其實不太明白 但現在回頭望的時候 又會有一個不同的感受 愛情理論好像很寬闊 是否好像專家 是 這個21、22歲的小妹妹 我甚麼都不懂 我甚麼都不懂 究竟有甚麼要跟哥哥、姐姐分享 沒有甚麼 沒有甚麼 要去寫一首情歌 可能有自己的經歷 又或者是奇奇的故事 因為剛才也說了是一個項目 或者是微電影 你又要哪一件事先行 會不會大概知道那個劇情 甚至是我第一次做一首自己的歌 亦都是自己拍台歌 我都要先放一些自己的故事 開頭的想法是怎樣 或者跟Shermica合作的時候 會怎樣閃出來 開頭的話 我本身也有點擔心 因為一直以來 我都很慶幸和榮幸 可以用一個歌手的身分 其實大家在我每一首歌入面 我都在記錄一些 我那個時間經歷的事情 例如我考DSE的時候 會出一首一定要得 其實我以前所出的歌 都是根據我那時候發生的事 一些個人情感 有這個靈感去做 都挺人的合一 對 這次有點擔心 因為第一次我們開會的時候 有說過這個微電影 其實會比較黑暗一點 會多些負面情緒 要哭的 要喊的 我就很害怕 因為我是一個Happy Girl 對呀 陽光未滲龍 還有我的聲音 不知為何好像怎樣都不生氣 你明白嗎 我已經是最兇的了 我還是很開心 笑著說 對呀 所以我一開始有點擔心 其實後來就發現 我很多時候只是假裝開心 對呀 因為我自己不喜歡 在任何情況下 我都不想把任何負面情緒帶給別人 所以我很注重氣氛 那個協不協調 所以就算我不開心也好 我都會欺騙自己 即是連我自己都不知道 我自己原來不開心 藏起了這部分 對呀 我怎樣發現的呢 就是劇本 劇本裏面 其實是說女生失戀 然後原來女生 把很多重心 放在對方身上 怎樣看她 即是我自己本人 很在意別人怎樣看我 很在意我會否因為這樣 令你不開心 怎樣怎樣 即是會變成一個自卑型人格 我很需要別人的愛給我 才令我感受到愛 而不是我自己去愛自己 然後一直到 我真的 很感謝邵美君老師 因為我有這個項目 所以很開心可以上到 邵美君老師的演員課 我第一次上了兩次 我這麼大的女生 第一次把自己的負面情緒 釋放出來 她是怎樣推出那件事 她的理論就是 我們要進入一個盒裏面 盒裏面有很多不同的情緒 你就要拿回那個情緒 那都是屬於你的 那個情緒 我叫她潘多拉的盒子 不可以打開 不可以打開 很危險 第一次她想我和自己對話 在一個想像中的自己 我是不願意和自己對話 我面對不到 我看到她是蹲下 然後是背對著我 我就撩擊她 我心裡的自己 都是不願意和我對話 關了門 然後發現原來我在別人面前 我做不到自己 我在自己面前也做不到自己 我不肯面對自己 直到這個演員課程 我們才發現 原來故事都在說我 即是和故事中的張小姐 其實就是在說我 既然是這樣 會否在宅偶要求方面 寫明要是這一項 或者是很明白我的生活折走 我想應該主要是 要明白我的工作性質 她說明白 是不是 到頭拉叫你半夜出來 她又出不了 如果大家都在這一項 那就很簡單 那年紀比你還要大 她現在二十多歲 她還在大學畢業 很多東西玩 其實真的不關年紀事 是嗎 因為我們很多朋友 跟我差不多大都很成熟 有些朋友可能都大過我十幾年 但都很傻仔 傻豬仔 我覺得不關年紀事 真的關性格事 所以我覺得同行又有點阻滯 為什麼 怕被人 萬一有什麼事 你再遇上很害怕 萬一我今天在這裏工作 在外面飄過 突然間 害怕 心離了一下 馬上是雲浩拍的首歌 回憶半分鐘 回憶的半分鐘 聽起來真的很難選 有些氣勢 對 所以還是要等對的人出現 然後她又要不介意你的工作 有時你要做一些拍戲的工作 可能會跟其他男生 或其他男人有親密的行動 他們很性感 好像唱片封套一樣 然後腿露出來 對 又不可以 對 真的要明白你在做什麼 要明白這就是我的工作 還有我有多重視我的工作 但其實只有工作的時候 內心都會空虛寂寞 尤其是我們女孩子 還要你是這樣的年紀 吃好牙孔 對 恨不恨拍拖 或者恨不恨有人疼 恨的 我很坦白 我是戀愛腦 我一拍拖 我就 全情投入 對 所以其實挺開心 他笑得很開心 我覺得沒所謂 下一首歌出手 甜蜜的情歌 拍拖的歌 其實挺好 I am all 拍拖 All in love I am all in love I am all in love